有人知道浮雲湯化物是什麼嗎 浮雲湯化物 知道嗎 它是一種很穩定的化學物質 它通常會被用來當作壓過氣 你如果有東西不管怎樣被咬一咬 按一下會噴出來 以前裡面就都會這樣浮雲湯化物 那例如說什麼 你的生活當中哪些東西咬一咬 按一下會噴出來 還是不一定要咬啊 直接噴 但是以前比較多人擔心的 例如說什麼 那個髮膠或刮骨胖 髮膠或刮骨胖 那裡面就有很多這個東西 結果都會很穩定 它被噴出來的時候還是很穩定 飄到天上還是很穩定 然後結果就會破壞臭氧症 所以其實浮雲湯化物很麻煩 它會破壞臭氧層 然後又是溫磁吸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